俄军反攻库尔斯克面临一场恶战 美欧准备收尾俄乌战 英国媒体爆出 北京试图接触川普团队吃闭门羹 习近平对美国大选难压保 卢比奥要求物教大楼剔除赢得时代 美国政治家呼吁各州立法抗中 菲律宾士兵危及生命才会求美相助 美军已经准备好在南海采取行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先来聊一个健康的话题 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以后 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 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 这种疗法注重全面的条理 不仅仅是针对某一项问题来进行改善 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 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 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的水平 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 如果您也是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 欢迎您访问健康520网站 来了解更多有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乌军近日发布消息 打架并控制着库尔斯克地区 1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0个俄罗斯定居点 而莫斯科为了夺回领土 在库尔斯克发起了反攻 美国情报专家说 对俄军来说 他们将会面临一场夺回领土的艰苦战斗 而结束俄乌战争 美国及盟友准备收尾了 据德国图片报的报道 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开始反攻 俄军利用在克雷涅夫村的高地优势 将乌军部队再次逼退到瑞科河的南岸 乌军随即炮轰了克雷涅夫市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基地 据漏头社的报道 8月28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 在美国情报与国家安全峰会上警告 我们可以肯定 普京将发起反攻 试图夺回乌军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 而我们预计 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科恩表示 乌军已经占领了克雷涅斯克大约100个定居点 这次进攻对俄乌战争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 虽然基辅表示无意吞并他们占领的地区 但乌军正在修建缓冲区来做防线 科恩提到普京不仅要面对俄罗斯领土上出现的事实 也就是俄罗斯境内现在有一个他必须要应对的战线 现在他还要必须面对俄罗斯国内社会对失去部分领土所产生的反响 科恩说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成功有可能稍微改变冲突的态势 但没有详细说明 科恩认为 俄罗斯在军队和装备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一些进展 而且无法判断俄军是否能够占领乌克兰重要的后勤枢纽城市 波克罗夫斯克 但是最终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些都无法从战略上改变局势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 与俄罗斯的战争最终将会以对话来结束 但是基辅必须要处于强势地位 他将向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其他两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和哈里斯提出一项胜利计划 而普京表示 任何协议都将必须以乌克兰接受现实为前提 这就意味着普京想继续占领乌克兰的四个地区 以及克里米亚大部分土地 外界观察 俄乌战争将会以西方方式来结束 Newsweek 8月28日的报道 2013年到2016年担任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的司令 布里·雷德·洛夫将军认为 除非美国重新考虑修改导弹使用禁令 否则乌克兰将会面临输掉这场俄乌战争的风险 布雷德·洛夫说 这场战争将按照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方式来结束 他说如果我们继续采用 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弹道导弹的措施 那么乌克兰最终会在俄乌战争中战败 因为美国是有意不向基辅提供 可以让他们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美国政府官员认为 谨慎安排和选择所提供的美国武器 这对于避免俄乌战争进一步升级至关重要 但是随着俄罗斯对基辅的轰炸 拜登也面临压力 今天芬兰军事司令埃切尔斯·海姆表示 乌军可以不受领土限制的 使用荷兰所提供的F-16战斗机 他还补充说 他的美国同事部分同意这个评估 就是有必要确保乌克兰取得最后的胜利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也呼吁欧盟的国家 取消对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所有的限制 他还要求欧洲国家向基辅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现在美国和西方盟友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明显援助抵达基辅的速度缓慢 而这种渐进式的军事援助有一个缺点 如果战场上没有突破性的战果 不仅基辅不想进行和平谈判 莫斯科也不想和谈 所以结束俄乌战将取决于 美国及盟友无限的支持上的最终决定 美国大选即将是在今年的11月份来临 金融时报8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当局数次试图接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竞选团队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这凸显了华府的鹰派情绪 以及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 金融时报援引了八位熟悉这个情况的 美方和中共人士透露 习近平多次尝试与川普竞选团队建立联系 甚至还派遣了前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进行接触 但是没能取得进展 这凸显了华盛顿对中共间谍活动的强烈警惕 崔天凯是中共在华盛顿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外交官之一 报道中说 中共官员和一些被视为北京代理人的访问学者 在试图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现在与川普团队的接触也同样受阻 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怀尔德认为 中共一直在积极尝试与川普团队建立联系 可能只是想收集情报 而并非是真的寻求对话 虽然崔天凯被视为是合法的外交官 但是目前他还担任中共人民外交研究所的顾问 这个研究所虽然不是正式的情报收集机构 但是这个机构是用来接触国际访客的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中国政策倡议主席史蒂夫耶斯表示 与中共官员会面对川普团队几乎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为川普对中共的立场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任何会面都有可能会被误解 而前川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科兹 他也认为川普团队对与中共这样的敌对国家会面 要保持谨慎态度 因为这些会议可能会被操纵 或者是扭曲暗示为与敌人勾结 避免重演2016年与俄罗斯外交官会晤以后 而引发的通俄门调查 报道中说 北京在对川普示好受挫之际 华府两党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日益加剧 川普已经多次公开的宣布 如果他当选计划会对中共出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川普强调 加征进口关税可以提振美国国内的工业 并为联邦政府筹集资金 他声称第一任期 关税为美国国库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他在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也曾经说过 我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届政府采用的方式 来对抗共产主义中国 为我国财政部带进了数千亿美元 而其他总统从未从中共身上拿到钱 就算是十美分也没有 而目前中国已经下降到美国第三大贸易国 只占了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7% 日经新闻今天的报道说 从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来看 美国企业的去中国化十分明显 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川普政府如果上台 对中国投资将会更加的减少 除了川普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表示 美国将赢得21世纪的竞争 北京当局意识到 无论谁赢得这次选举 美国对中政策都不太可能软化 这让中方对与川普的接触感到挫败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到访北京 与中共高层习近平、张又霞等人会面 评论人杨威认为 中共一直在紧张的关注美国的大选 忐忑不安的算计着明年可能不得不面对哪一位美国总统 中南海明知道拜登任期只剩下不到5个月 却一面宣传所谓的两国元首共识 一面又试图在美国新任总统产生前画下红线 而党媒新华社似乎正在摆出假装中立客观的态度 一面说哈里斯趁蜜月期追赶川普 一面又说小肯尼迪转而支持川普 表明中南海很难判断谁可能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中南海忌惮川普 但是哈里斯的对外策略 特别是对华政策尚不明朗 中共此时很难压保 8月28日 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卢比奥 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的主席 莫勒纳尔致函国防部的部长奥斯丁 要求国防部立即把与中共有关联的 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列入黑名单 而这个黑名单上的公司 不准获得美国的军事合同 他们写道 这不仅可以保护美国军事基础设施 免受中共军队的威胁 还可以向目前考虑与宁德时代合作的美国公司 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两位议员写道 宁德时代试图通过与美国大公司合作 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范围 宁德时代的网站上证实 这家公司不仅在特拉华州设有官方机构 在密西根州尽管面临国会和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 福特汽车仍然在建设它 因为福特使用的宁德技术生产电池 宁德时代还宣布 他们将会在德州部署一个电池储能系统 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网站上发出声明说 宁德时代与中共及其武装力量 中共军队关系密切 对宁德时代的依赖 这危及着美国国家安全 它使美国的能源基础设施依赖于中共 而国防部已经承认宁德时代对我们国家构成威胁 但是却没有将它列入到黑名单 在去年的12月份 卢比奥等等国会近30位两党参众议员 也曾经致函奥斯丁 敦促国防部立即撤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勒穷营安装宁德时代的电池 在之后国防部是从勒穷营拆除了宁德时代的电池 而现在不止是国会议员担心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政治家们也出面呼吁各州采取主动对抗中共 美国前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 前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和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李泽尔丁也在28日的福克斯新闻网联合发表文章 各州立法者必须带头挫败中共的威胁 他们认为中共企图统治世界并且正在加快破坏美国 用控制美国的经济、食品供应、立法和教育等等方式 来渗透到美国各地 并且用购买农地到直接游说立法者来影响州立法 文章还列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中共的渗透 第一个就是 中共现在拥有349,442英亩的美国农地 比三年前是增加了82% 第二点是 7月份 一中国公民在纽约被捕 他被起诉从中国进口 足以杀死数百万美国人的超过2000公斤的芬太尼化学品 第三点是 中共已经在影响美国的州政府 例如2017年 加州立法机构已经对一项关于法轮功学员遭受宗教迫害的象征性决议泼了冷水 因为中共官员置信干预 他们说 新的民调显示 有78%的大选选民和86%的共和党人 他们认为中共是美国的首要威胁 但是各州的立法并没有反映出这个民意 文章呼吁各州领导人要积极行动应对中共的威胁 近日 中共不断在日本海南海以及台海试探美国底线 而美国派沙利文访中的同时 美军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已经做好了在南海采取行动的准备 据日媒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卫总部的报告 两艘中共海警局的船只从28日起的连续两天 都是在钓鱼岛周围逗留 日本海上保卫巡逻船只已经持续监控 并要求中共的海警船驶离 而菲律宾的先兵暗杀 最近也成为了非中两国的南海冲突弱点 从4月份开始 菲律宾将海防船舰一直停靠在先兵暗杀内 但是先兵暗杀驻扎的部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是严重不足需要由军方运送补给才能维系 而近期中共船舰多次是以包围 喷射水柱或者冲撞等等方式来阻拦 使得物资运送屡屡失败 这已经成为马尼拉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此美军在今天29日重申 可以护送非国公务船到南海执行运捕任务 但是菲律宾军方则强调 菲律宾将会先靠自己的力量 来为驻扎在南海的船舰进行补运 等到用尽一切选项都无法达成目标 甚至士兵濒临死亡之际才会向美方求助 目前美军已经做好了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在南海采取行动的准备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上将了今天29日表示 如果接到指示与菲律宾协同行动 那么美军已经准备好一系列选项来应对有争议的南海日益加剧的侵略行为 而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正在北京进行访问 他在会见完中共外交部的部长王毅以后 今天会见了习近平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与他们会晤的过程中 沙利文都谈到了台海和平以及中共在南海不断增加的摩擦 并且强调美国对南海自由航行的承诺 另外沙利文此前已经获得承诺 美中两军战区指挥官将会恢复长期停滞的通话 而接下来习近平和拜登也将很快再次通话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俊先生认为 那么这个沙利文他在对这三个人的会见之中 都有频繁的提到了台海和南海的问题 尤其是南海问题 目前是中美双方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一个最直接的捣索 在我看来中共他是在蓄意的使用这种对菲律宾的升级挑衅的方式 测试一下和美国是签订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情况之下 美国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将要会对中共去做出这种反应 那么中共真正的目标是针对着台海 中共无论是在俄乌战场上去挑事 还是说在南海 其实都是为着台海这个核心目标去服务的 沙利文我觉得这次他去访华去见了习近平 见了张又霞 他重点提到南海的问题 应当是也是可能发出一个比较严厉的警告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这边已经明确的提出来说 他们可能要考虑替菲律宾的船只去护航 如果说真的是以这样的行为出现了以后 那么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直接的回击了 那么中共在这种时候还敢不敢去针对菲律宾的船只 甚至针对着美国的船只去做出这种像冲撞了暴力的袭击的动作呢 美国其实可能也要用这种机会来测试一下 在这些主权争议问题上面中共的态度究竟有多强硬 我觉得沙利文的访华 他应当是把这个话会挑明了说的 就是说明美国的底线 美国的红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 希望中共不要跨越这根线 不要因此而引发在南海地区 引发中美之间爆发直接的冲突 因为毕竟就是拜登政府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看守政府的时间 在最后离任的差不多这半年时间之内呢 拜登政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呢 中美之间来爆发一个大的这种冲突 习近平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要考量这样一个因素的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